天高海阔 张修杰 似乎民主党的国会众议员 也认为拜登政府在处理这个事情上 有点犹豫 有点软弱 那么在美国国会9号 一致通过了一项决议 这个决议就是谴责中国气球 侵犯美国的主权 这个决议其实就是象征性的 它并没有太大的意义 但是这里边值得我们关注的是 这个决议是以零票反对通过的 我们过去在节目里面多次讲过 反共抗中 现在成了美国政坛的一致的立场 包括共和党和民主党 共和党民主党在各个领域 都有尖锐的对抗 但是在反共抗中这个事情上 两党高度的一致 美国国会通过的这个决议案 是由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 麦卡尔所提出的 麦卡尔提出这个决议案之后 那么国会以零票反对通过了 要求美国政府应该迅速采取行动 来阻止包括中国在内的 由外国发动侵犯美国主权空中的 政策计划 此外呢 还呼吁拜登政府对国会要简报 这个事件 以及近年来中国对美国类似的 这个渗透行动 麦卡尔在接受记者访问的时候 还告诉记者一个细节 说共和党提出的这个决议案 除了谴责中国之外 本来还要谴责拜登政府 因为他太过软弱了 不过后来共和党的议员认为 这个事件不应该沦为共和党 民主党内斗的一个导火索 也不能够让中国找到美国党派分裂的 可乘之机 所以在两党的协商之下 就把谴责拜登政府的内容 给取消了 那么所以就会以零票反对 通过了这个对中国的决议案 今天我们讲到 美国的反共抗中政策 其实我们可以分开两个层面 一个是拜登政府的所作所为 一个是美国国会的所作所为 之前我们说 拜登在竞选的时候 似乎释放了对中国友善的信号 所以当时很多人 幻想拜登上任之后 可以改善美中关系 拜登上台之后 固然是比川普还要川普 对华政策比川普还要更加强硬 但是这里我们也不能忽略了 美国国会的作用 美国国会作为立法机关 它对行政权利是有监督的作用的 美国国会如果通过一些法案的话 拜登可以否决 但是在总统行使否决权的时候 拜登必须考虑到两点 就是美国两党在国会的共识 会影响到他总统执政的威信 也会对他的行政权利给以签字 第二就是如果国会 在拜登否决了法案之后 再次通过的话 那么拜登就只好 必须要签署这个法案 让它成为一个有效的法律 所以美国国会 对美国的外交政策 是有重大的影响力的 拜登之前在国会 进行国情质文演讲的时候 他说了一句说 全世界没有任何业国家的领袖 想跟习近平换位置 第二天呢 他接受美国媒体访问的时候 他解释了这个定论 他说其实习近平现在有大麻烦了 那么习近平有什么大麻烦 之前我们讲过 但是习近平的大麻烦 其中一个就是美国国会 给他增加的大麻烦 美国国会的外交委员会主席 麦卡尔除了提出 刚刚我们所说的 谴责中国的法案之外 麦卡尔现在联手 民主党和共和党 国会两院的议员 准备提出一个法案 这个法案可能会给中国 增加更大的麻烦 麦卡尔连同两党的议员 准备在国会两院 同时推出一个法案 这个法案叫什么呢 叫促进解决西藏 破折号中国冲突法案 这个法案看起来 好像平淡无期 我们知道西藏问题 本来又是中国跟美国之间 有争议的问题之一 但是这个法案 恐怕会给中国政府 增加一个巨大的麻烦 如果把这个法案 形容为一颗炸弹的话 我想这个炸弹的威力 是核弹级的 为什么这么说呢 我们从这个法案的题目 就可以看到端倪 这个题目写的是 促进解决西藏中国冲突法案 他把中国和西藏 放在了一个对等的位置 我们知道 在中国看来 西藏问题是中国的内政 而美国国会参众两院的 两党议员 这时候提出过法案 把中国和西藏对等起来 在这个法案当中 它的内容是要赋予 美国政府全力实现 让藏人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当局 通过对话和平解决分歧 这个长期的目标 在这个法案推出之前 美国国会发出声明说 这个法案确保美国的政策 以国际法原则为基础 并且准确的反映西藏和中国之间的冲突 仍未解决的问题 并且在声明当中 美国国会明确说 非常自豪提出这个两党的法案 以驳斥中国声称 他们对西藏的暴政是合法的 并将声明西藏人民对自己的未来 拥有发言权 美国国会议员麦克文 在这个接受媒体访问的时候 还特别说 他说藏人的权利 应该得到国际法的尊重 这包括他们的自觉权 而中国政府和国际社会 剥夺了他们的自觉权 什么叫自觉权呢 就是某一个行政领域当中的民众 可以通过自己的公投来决定 他们是留在现有的这个国家政体 还是独立 所以说这个法案 为什么是中国未来一个巨大的麻烦 是美国国会向中国投下的 一个核弹级的一个法案 我们知道对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来说 西藏问题由来已久 在1950年代就有中国共产党的进军 西藏以及后来的西藏的评判战争 西藏问题为什么这么复杂呢 因为西藏本来在历史上 它是一个独立的国家 西藏这个地方 过去经历过非常复杂的权力的更迭 它最鼎盛的时期 应该是吐蕃王国 当时吐蕃王国跟中国的唐朝 还有阿拉伯帝国 并称为亚洲三大帝国 后来到了清朝的时候 西藏跟中国的关系发生了变化 这个原因是当时的准嘎尔布 在新疆地区跟清政府发生了冲突 并且准嘎尔布入侵了西藏 并且把当时的达赖喇嘛也给杀害了 所以当清朝平定准嘎尔布叛乱的时候 清朝的军队也顺便进入了西藏 从这个时候开始 西藏跟中国的关系发生了变化 后来到了中华民国时期 西藏曾经把中华民国驻西藏代表也赶走了 这个时候西藏非常接近独立 当然背后还有英国势力的介入 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后 通过谈判 中国共产党的军队得以进驻西藏 后来很快就发生了 达赖喇嘛出逃印度这个事件 那么在这个事件之后 中国军队就永久驻扎在西藏 开始对西藏实行了有效的行政管制 西藏变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自治区 西藏自治区的成立并没有令到藏毒运动消亡 藏毒运动不但在西藏时有发生 那么特别藏毒运动的主力 基本上骨干力量都在印度 所以印度经常在这个问题上 也会跟中国发生冲突 那么现在美国国会提出了这个新的法案 我们刚说了 它最大的杀伤力 这个法案是明确的把西藏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府 作为一个对等的地位来进行相提并论 那么虽然这个法案表面上看起来是要中国跟西藏要进行谈判 因为毕竟达赖喇嘛离开西藏之后 其实中国跟达赖喇嘛之间的这个接触或者是谈判 曾经在一个历史时期是比较密切的 后来这种交往就彻底断绝了 达赖喇嘛现在年事已高 而它的继承者 我们都知道是以转世灵同的方式来确定达赖喇嘛继承者 如果现在的达赖喇嘛 没有跟中国进行这个接触 或者是解决双方的冲突的话 那么未来转世灵同 年纪又小 那么中国想跟西藏的宗教领袖在藏毒问题上达成共识 恐怕就会更加难 而这个时候呢 美国国会提出了这个法案 把西藏跟中国相提并论 这里面还特别讲到 国际社会和中国政府剥夺了西藏人民的自觉权 美国国会提出的这个法案是什么意思呢 它的意思等于说 现在支持西藏是中国一部分的这些国家 剥夺了西藏人的自觉权 那么换句话来说 美国国会这个法案有可能会支持未来在西藏地区举行所谓的公投 美国国会的这个法案 它想达到的目的是什么呢 而这个目的又能够达到吗 我们休息一下 我来继续跟大家聊 欢迎大家回到天高海阔 我们继续讲经文 今天我们聊的是美国国会提出了一个法案 这个法案呢 是由参众两院的两党的国会议员提出来的 但凡这种参众两院两党的议员共同提出来的法案呢 通常都会被顺利通过 这个法案的名称叫促进解决西藏中国冲突法案 那么我们可以直白的说 美国国会准备把藏毒问题拿来作为应对中国的一个武器 这个法案通过之后 拜登会不会签署呢 我觉得拜登有可能会签署 但是这个法案想要达到什么目的呢 他真是想让生活在西藏地区的藏族人 对自己的未来的政治全途进行这个自觉 所谓的举行独立公投吗 很明显这个目的也是达不到的 因为现在西藏在中国有效的行政管制之下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不可能国际社会能够在西藏举行一次未来政治前途的自觉 那么既然不可能举行藏毒公投 现在美国国会提出这个法案 他的目的在哪里呢 我觉得这个目的有两个 一个目的呢 很明显就是拿来对付中国 把藏毒问题作为对付中国的武器 一定会给中国增加很多麻烦 我们之前说过了 自从这个西藏变成了中国的一个自治区之后呢 藏毒运动一直没有消除 在西藏地区呢 还发生过几次比较大规模的这个冲突 今天藏毒的主要的政治力量呢 都在印度 如果美国国会通过这样一个法案的话 这对在印度的这个藏毒力量啊 一定是个正面的鼓舞 这会令到藏毒运动觉得 他们又看到了未来他们的希望和前途 所以藏毒运动一定会在美国这个法案通过的背景之下 再次在印度重新有更大的声势 那么这就给中国的内政带来巨大的麻烦 美中之间的冲突有很多冲突点 过去我们讲的更多是在外交层面呢 在地缘政治层面呢 甚至有可能在军事层面 但是藏毒问题将会成为中国下一个要应对的麻烦 中国有很多独立运动 比如说我们最熟悉的这个台独 台独不一样 因为它现在已经是一个有效行政管辖的一个地区 并且呢中华民国拥有自己的军队 而现在执政的民进党呢 在这个台独问题上的表态就是 台湾不需要宣布独立 因为中华民国本来就是个独立主权国家 所以有关台独的问题啊 中国应对起来 无非归结起来 就是所谓的这个台海战争的问题 而除了这个台独之外呢 江独和藏独是两个中国过去应对过的麻烦 江独运动曾经被中国标签为恐怖主义 在这点上啊 中国曾经跟美国配合过 因为当时美国有反恐的需求 所以江独运动呢 跟这个藏独运动跟台独运动都不一样 藏独运动的特点是什么呢 它曾经在这个西藏发生了很多冲突 并且呢 它主要力量现在在印度 而当这个藏独运动再次兴起的话呢 那么中国政府除了要投放更多的资源 来应对藏独运动之外呢 我相信台独运动跟江独运动啊 也会在这种背景之下有所动作 所以这就让中国要分出更多的资源和精力 来应对这些问题 除了给中国制造更大的麻烦之外啊 这次美国国会推出这个法案 还要影响另外一个国家 而影响这个国家呢 对美国的战略更加至关重要 这个国家就是印度 印度跟中国的关系十分复杂 印度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后呢 曾经有一个时期跟中国的关系很密切 但是后来发生了中印之间的边境战争 印度跟中国的关系呢 就出现了一个非常摇摆的状态 现在中印之间还会因为边境问题产生很多冲突 而中印之间的边境问题啊 其实就是因为西藏问题引起的 我们过去说过 中国的这个古代王朝对于自己的边界 从来没有个清晰的划分 西藏跟印度之间的边界也是一样 后来这个英国人麦克马洪画了个边界 中国政府不承认 那么到现在呢 还因为这个麦克马洪县中印之间经常发生冲突 而我们刚刚说了藏毒运动现在大量存在在印度 印度在对待中国的外交政策上 印度很不想跟中国发生冲突 虽然我们刚说了边境上经常双方会发生一些纠纷 但是印度总体来说不想跟中国发生冲突 这个也体现在最新的地缘政治上 当美国要拉拢盟国来对抗中国的时候呢 印度处在一个摇摆的状态 印度不但对中国的态度比较暧昧 对俄罗斯的态度呢也比较暧昧 好了现在美国推出这个有关西藏的法案 令到藏毒运动如果再次兴起的话 我们刚刚说藏毒运动的主要力量就在印度 并且我们这里特别要说的是啊 在印度跟中国边境的军队当中 有一部分这个军人就是这个藏人 因为过去有很多藏人流亡到印度 那么他们在印度呢已经生活了两三代人了 他们的后代已经变成了印度人 所以在印度军队当中有很多藏族人 印度军队呢对这些人是十分看重的 为什么看重呢 因为藏族人的这个民族特性啊 他们特别适合高原生活 适合高原生活也就是和高原作战 我们知道高原都是在缺氧的环境之下 人的这个一般人的这个行动啊 是受到影响的 但是如果你长期在高原生活呢 无论你做运动啊或者打仗啊 你都比别人有优势 所以印度军队当中有特别的藏人部队 那么这些人当然也有可能是藏毒运动的支持者 所以藏毒运动在印度啊一向是受到庇护的 那么如果现在因为美国通过了这个法案 鼓励藏毒运动再次兴起的话 印度将如何面对在印度境内的这个藏毒团体呢 印度当然不可能镇压他们 印度如果不镇压他们的话 这就令到印度和中国的外交关系 有可能发生新的冲突 这就直接导致了印度在地缘政治的竞争当中 被迫要选边站 那当然是站在美国的一边 而在印度军队当中的这些藏人 他们退伍之后 会不会成为藏毒武装力量的这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呢 如果是的话 那么未来藏毒运动就有可能以武装的形式 跟中国政府的军队发生更多的冲突 藏毒运动 我们刚说了 在印度有大量的这个集结 其实在中国的这个西藏自治区 也有很多藏毒运动 只不过在政府的高压之下呢 这些人隐藏了起来 或者这些人折服起来 所以美国这次通过这个法案呢 一定会刺激藏毒运动再次兴起 拜登签不签署 这个法案就向藏人提供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信号 美国国会 美国的共和民主两党 对未来藏族人的政治前途是关注的 所以说这个法案对于中国来说 是个核弹级的震撼 在美国的推动和支持之下 未来一旦出现以这个武装行为来推动 藏毒运动的这个藏人团体的话 恐怕中国政府面对的麻烦将会非常巨大 如果中国在西部地区陷入这个麻烦的话 那么这就令到中国现在在这个南海 东海地区跟美国跟日本的军事对抗 将会让中国的军事实力大大削弱 所以说美国国会两党议员提出的 促进解决西藏中国冲突法案 对于中国来说 无疑是个核弹级的震撼 好了 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收听 下个礼拜同样时间 我们继续为大家讲新闻 感谢各位收听天高海阔 如果大家对我们天高海阔的节目有兴趣 欢迎大家订阅我们的节目 或者是转发分享我们的节目 如果有听众想有些问题提出跟我们讨论 欢迎大家打我们的留言电话 9092939820 9092939820 欢迎大家留下你的留言 欢迎大家订阅 欢迎大家订阅